在《青城时光》最新的剧情中,女主林浅和男主丽芝成,两人的关系经过酒店一夜之后,有了质的飞跃。 当时丽芝成为救兄弟和丽芝失联了一段时间,丽芝刚比赛完,丽芝成的电话就来了,这可激动坏丽芝了。 他脱下高跟鞋就往酒店门口跑,随后两人就来到酒店房间,换下被水打湿的衣服。 谁知林浅出来看到丽芝成身后的伤疤后,就抑制不住地吻了下去,这一吻可好,两人之间的激情被成功点燃,自此之后两人算是开始了正式的同居生活。 不过咱们的男二顾言之的感情线似乎就没有那么的顺利,从事之中他的心中就只有丽芝元一人,为了丽芝元他完全没有一点劳总的样子,估计顾言之就是上辈子欠丽芝元的,一直被丽芝元各种欺负。 虽说顾言之鼓起勇气表白过那么两次吧,但是每次都被咱们的丽芝元大小姐给无情拒绝了,谁知顾言之居然还是不放弃,一心只想当丽芝元的护花学者。 但是于愿为,顾言之最不想看到的一幕还是出现在了顾言之的眼前。 传众一直以来都是丽芝元的死对头,他总想着搞点事情来吸引丽芝元夫人的注意,这不他也终于绷不住了,在送丽芝元回家的时候, 他对丽芝元表明了心意,当时陈征会在地上对丽芝元诉说着对他的爱意。 看丽芝元的模样估计是有几分动心了吧,不过小兵却并没有看出丽芝元对丽芝元有何爱意,反而对雅姨似乎还有那么一丝的爱意。 那么为何陈征会选择向丽芝元告白呢?原本这一切都是宁维凯和丽芝的阴谋。 顾言之可以说是丽芝成的得意助手,要想破坏两人之间的关系,只有从丽芝元这边入手。 小兵看丽芝这一招还真是无耻,当时丽芝元那惊慌失措的模样,明显就是对丽芝有意思嘛。 当丽芝元害羞逃走后,顾言之希望陈征不要在丽芝元身上玩手段,随之陈征却变本加厉,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丽芝元的身边,并且还有意无意地阻止丽芝元和顾言之交往。 最终丽芝元成功被陈征打动,他开始慢慢对陈征付出真心,顾言之看着这一切准备离开温达,毕竟当初他来温达就是为了丽芝元,如今这般他也没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了。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喜欢的小伙伴请点击关注哦。